本次送过来治病的 应该有十天左右了吧 看现在这个精神状态 都知道出来找人了 来家这么多天了 终于听到他的叫声了 还挺清脆的 甚至昨天晚上 我无意间还听到他在吹歌里 虽然我也听不懂他到底在吹啥 但是看来他这个心情应该不错呀 目前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了 屁股也干净了 食欲也恢复了一些 每天也能够自己吃一小坨 这个蛋小米进去吧 他刚来的时候是一点都不吃的 再看看现在 据说他以前连种子粮都不会吃的 只是小米啊 我看起来也没那么难纠正啊 这不吃的挺香的吗 不过他现在还是刀凶很严重啊 特别瘦 所以每天还要给他打一顿来 你们看他都被我打出心里阴影了 来嘛 来我扎一下 过来过来 他真的是被打来打怕了 看到这个针管他就有抗拒心了 但是像这种体弱的 你不给他打打来 又怕他撑不下去 自己吃每天吃不了多少 虽然说恢复了一些食欲 而且这个来里面咱们还要给他加药 比如帮助他恢复身体的维生素啊这些 平时吃的药也是混在来里给他打的 这样效果更明显啊 现在基本上就晚上给他打一次 白天都没管他了 他自己会吃一些 然后水也会自己喝 水里面就给他加的益生菌 调理肠胃用的 恢复的特别好啊 看起来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精神了 但是还是要等到他好的差不多了 再给他洗澡 不要看他现在脏脏的样子 好像挺臭的 洗完澡以后 这个颜值立马就回来了 看着胸口 呀子这瘦的 只有骨头了 一点肉都没有 在风里一点都能把我划伤了 特别轻 真的就是那种我们常说的 风都能够把他吹倒的瘦啊 还得慢慢调养哦 去吧 住了十来天 这里面他都住习惯了 我记得他刚来的时候 不吃不喝的 逗他他都懒得搭理你 现在看起来好多了 前两天给这小伙子喂食的时候 他一个激动 不小心飞到墙壁上去撞了一下 当时直接给他撞懵了呀 我还以为他会就这样没了呀 结果没想到后面恢复过来了 正当我认为这事应该就过去了的时候 没想到昨天晚上 他突然又发颠了 整个状态看起来 和抽风没什么区别啊 就差口吐白沫了 而且看起来特别吓人 我是真的认为他要挂了 没想到后面他又恢复过来了 这下就直接给我整不会了 他这什么意思我至今也没明白 而且后面还会不会再复发 我也不知道 反正现在看起来和正常鸟没什么区别啊 至于头上撞的这个包 至今还没削啊 都已经好几天了 应该也是还有一段时间才好得起来吧 希望他千万不要把自己装傻了 然后赖上我 真不想对他的后半身负责啊 这家伙吃的又多饿的又快的 基本上一个半小时左右 就要给他喂一次 不然他就一直啊啊的叫 声音还特别大 不把他的嘴堵上的话 他就一直叫 不带停的 其实我也有感觉啊 这小子应该多多少少 哪里有点问题 不然像这么大了 怎么可能飞不起来呢 他这个飞行能力特别差哟 而且身上毛好像也比其他的鸟少很多 不光只是头凸啊 他身上也凸 翅膀下面都没几个毛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次被撞怕了 他现在好像有点恐肥啊 你们看 他就这样抓着我 刚说他不肥了 结果他又肥到这儿来了 虽然说没有肥多远 现在这个天气有多热 从他这个表情你们就发现了吧 这还是上午 才九点多 都已经有点热的受不了了呀 空气里弥漫的全是热气 天天都被晒得热火朝天的 我还想着现在时间早 应该没那么热 带他出来放一放 这样看来确实是我肤浅了 没想到这温度升得挺快的 这个时候都已经很热了 这小子应该是空调吹习惯了 出来一下接受到这么热的天气 有点不舒服 直接嘴巴都热得张开了 看他这个样子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这下 挺活跃的呀 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再发颠啊 过来 过来 又飞走了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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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快来 上来 上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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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错 可以把他换过来 说明咱们俩关系 还可以啊 看着 还没接触到太阳里 他居然都摆出一副姿势要晒太阳了 那咱们就让他晒一晒吧 我发现这些鸟晒太阳的时候特别可爱 感觉他们整个身体都是软的 特别舒服啊 摸起来 毛茸茸的 跟个玩具一样 摸他他都没反应的 这完全就是被太阳给定住了 行了 太阳也晒得差不多了 咱们把他带回去了 可不敢留他自己在楼上玩弄 不然等会儿一不小心 就变成大哥的午餐了 大概二十多天前啊 看着到家新到的那只牡丹 和大黄相处的不错 所以我就给他们把这个繁殖箱给装上了 当时我还为这个家伙好一阵担心 怕是把他放进去 哎大黄打哟 就是放进去之前做心理建设 咱们都给他做了好一阵时间了 最后看他的样子 好像也是表示同意了 所以也是就非常顺其自然的 把他们俩关到一起去了 希望他们两个在繁殖上会有所建树 而且我看大黄的样子 也是有点迫不及待哟 刚把繁殖箱挂上去 他立马就进去探窝了 刚好给他们挂了繁殖箱没几天 家里就出了一些事情 我也是有差不多半个月左右吧 没怎么管他们 期间我回来检查的时候 经常看他们两个在窝里待着 我都一度以为好事将近了哟 看他们两个的样子应该是配上了 这给我高兴的 最近我也是慢慢的 发现有点不对劲 张理说他们两个配上了 应该会相互喂食 或者说开始采贝 但是这两个家伙没有这一步啊 莫名其妙的都在爬窝 而且经常我都会看到 大黄被赶到外面来了 那只疑似公鸟的 天天在这个繁殖箱里待着 圣诞的镇主都没有进于繁殖箱 这还怎么繁殖呢 完全被搞偏了嘛 随时随地打开 都是这个小伙子在窝里 搞得大黄好像个公鸟一样 特别紧张他 事情也是越来越不对劲 所以处于好奇啊 我打算今天再给这小伙子 检查一下身体 他现在成年了 就很好判断了 太过于喜欢爬窝了 感觉他就不是一只公鸟 当我手指摸下去的那一刻 我瞬间晒干了所有的沉默 这个尺骨比大黄的还宽 哎呀对我的手指那么宽 刚来那一会摸着确实像个公的呀 尺骨特别窄 这怎么住着住着还变心呢 说好的狗鸟嘞 你是不是趁我前段时间不在家 悄悄去变动了一下 明明刚来的时候摸着他都是个公的呀 这怎么喂了几个月以后 变成母鸟了 你们看他这个屁股了 很明显的 他都要生蛋了 哎呦 扰不住了 本来我还满心希望呢 让他和大黄配一配 然后咱们家的牡丹 就可以全部开枝散叶了 这只能半天 结果又是多了一个姐妹而已 我居然还批垫批垫的 把繁殖箱给他们挂上了 这事给闹的 现在我敢百分之百确定 它是只母鸟了 没得跑了 因为它已经成年了 这个吃骨比大黄还宽了 难怪自从他们两配队以来 这个家伙就老是 跑到繁殖箱里去趴着 不出来 比大黄还喜欢这个窝友 算了 繁殖的计划又失败了 车了 车了 别看了大黄 以后有机会 给你找个帅小虎 这次是个误会啊 拿走了 来 上来 刚刚拆了它的窝 它好像还生气了 过来 里面又没蛋 你生个啥气 还挺会跑的 过来 来我摸一下嘛 这么久没摸到了 那里跑 跑不了了吧 这次是个误会